再来介绍一下凯蒂跟大熊 是讲故事的大意就好了 只是故事一开始 凯蒂在一本书 发现了一个熊 然后那个熊 从书里面出来伸个懒腰 然后她说那个熊很勇敢 可以在妈妈 没有在那时候让她做很多事 有一次 妈妈不见在超级市场 不要讲话我们在录影 大熊 熊就 带她去找妈妈 凯蒂说 妈妈在跟她的朋友聊天 我们先不要妨碍她 我们先出去透透气 然后她们就出来找爸爸 然后 爸爸就说她在工地 然后她在工地很高的地方 小熊帮她落下来 然后 然后 后退 然后 然后就 就她们就到了一个 放卖的场所 然后她看到一个放卖人 正正在睡觉 然后那个小熊 就 就 就帮 帮她营业 然后 那个放卖人员一醒 就 她们 她们就 到旁边的椅子坐了下来 嗯 然后凯蒂看到 查理那个大坏蛋 然后 然后她 她 查理会拉她头发 所以 那个小熊 小熊把她高高举起来 嗯 然后说 你为 你干嘛要拉人家头发 然后查理 色色发抖的说 我下次不敢了 我保证 然后 小熊就说 你们两个 用 鼻子撞一下 就是 小熊她们那边的习俗 然后 然后 然后他们就 他们 要走回家的时候 看到了妈妈 然后 他们下来跟 妈妈 打招呼 然后把妈妈带进了房间 然后 然后说 他跟朋友的 的冒险 然后 小熊就 再次 躲进了书里 然后 然后 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 小熊说 以后有什么问题 就 就叫我出来帮忙 谢谢大家 哇 你讲的好棒哦 弟弟 所以呢 大熊是从书里面跑出来的 哇 好特别哦 那凯蒂 凯蒂 很喜欢大熊 对不对 嗯 她会不会怕她 不会 真的哦 哇 那大熊 常常跟凯蒂一起玩 嗯 所以你要不要好好认证读书 所以 有一天小熊 会从 那个肚子 从你的书里面跑出来 要不要 跟你一起玩 那你会不会吓到 那很神奇 真的哦 所以你 人家不是有讲过一句话吗 弟弟 人家讲书中自有黄金屋 你是书中自有熊熊屋 哈哈哈哈 对不对 那你现在有没有爱上阅读了 嗯 喜不喜爱 嗯 阅读比 关完手机你最喜欢哪一个 对 阅读 对啊 阅读有没有让你充满想象力 对啊 你要好好阅读对 对 跟书本做好朋友 好不好 嗯